一花一世界,一夜一如来 大家好,欢迎收看佛禅 今天和大家分享的是 现代社会生活节奏越来越快 小学生周末都要上好几节的辅导课 属于自己的看动画片的时间越来越少 更别说是成年人了 工作越来越忙,家庭压力越来越大 上游老下游小的日子里 哪里还有点属于自己的时间 很多学生时代的好朋友慢慢没了联系 变成了最熟悉的陌生人 前不久,小语高中时最要好的两个朋友 突然联系了他,让小语很是困扰 小语对我说 虽然我们的高中关系得很好 但是高中毕业以后 我们分别去了不同省份读大学 我因为原生家庭不好 所以就去了离家两千多公里的福州读书 毕业后一直在福州定居 只有过年时才会回家待几天 我们刚上大学的时候经常联系 一个星期十天八天会聊一次 后来变成了一个月聊一次 最后变成了只有过年时发个祝福 到现在有十年没有任何的联系 我们之间没有什么矛盾 但是慢慢的不知道该聊什么 他们两个分别在去年和前年结婚 婚礼没有通知我,我并不觉得意外 但是几天前,他们两个突然在我QQ上留下信息 问我电话号码,让我回他们 我虽然不知道具体是什么事情 但肯定和高中同学聚会的事情 虽然我不知道要不要回复他们 如果现在拨通他们的电话真的无言以对 不知道第一句话应该说什么 也不知道用什么语气说 这就是所谓的熟悉的陌生人吧 小语这样的烦恼,我们每个人都会遇到 这不是因为我们人际交往能力太差 而是存在一些社会原因 首先要知道 这是一个很多人都会经历的情况 不是个例 因为我们现在的社会结构 与二三十年前的熟人社会结构完全不同 二三十年前的社会结构 是熟人社会结构 人的流动性很小 我们的父母 爷爷奶奶那辈人 大多数从小到大生活的地方都没有变化 在农村以村为单位 一个村子里的人互相都很熟悉 很多村子里的人都是同性 网上数几代 大家都是心急 世联青年的婚嫁也大多发生在乡邻的村子之间 所以村与村之间 姻亲有很多 生活的区域内大多是熟人 城市里也一样 人们生活的区域也相对比较固定 大多以工作单位为中心 像部队大院 厂区大院都是如此 在这样固定区域生活 从小学到高中 父母与同学的父母 甚至再往上一辈人都是熟人 在这样的熟人社会中 人与人之间生活的交集很多 互动是非常频繁的 不需要刻意保持联系 就能够维持固定的人际关系 但是 现在随着社会的变化 人的流动性越来越强 很多年轻人毕业后 去到其他城市发展 老人也会随着孩子生活 离开了熟悉的环境 曾经的同学 朋友 很熟悉的人 生活在不同的城市 距离变远了 交集也变少了 甚至是没有了交集 没有交集时间久了 就没有了共同的话题 就越来越不知道该聊些什么 这时候想要维持人际关系 是需要刻意增加联系才行的 二 工作生活的压力增大 随着年龄的增长 我们会发现 人与人之间不可能 永远保持稳固的交流 和人际交往的 人越来越孤独 虽然现在通讯很便捷 可以随时随地的联络 但是会发现打开手机 通讯录里 成百上千个联系的人 想找一个聊天 都很不容易 因为成年人的时间 大都被生活的压力挤压近了 工作太忙 家庭需要照顾 上游老下游小的成年人 基本没有属于自己的时间 工作越来越忙 周末经常加班 不加班的时候 可能还需要接送孩子 上补习班 很多人戏言 只有开车上下班的时候 才是属于自己的时间 年轻没有家庭 没有孩子的时候 想要跟朋友聚会 只要发条讯息 就能交来一桌 现在想凑袭四个人打麻将 都是特别不容易的事情 这种情况下 距离远的朋友之间的联系 就会越来越少 联系越少 又没有话说 最后 就只能成为熟悉的陌生人 三 如何面对久不联系的人 面对久不联系的老朋友 只要遵从自己内心就好了 没有哪个人能够陪自己一辈子 朋友更是如此 大家朝着一个方向前进的时候 同行过 走着走着 发现目的地不同而分开 也许会有遗憾 但这就是人生的常态 面对很久不联系的老朋友 你不知道该说些什么 直接忽略他们的消息就可以了 但是如果你想要与老朋友 重新建立联系 就不需要考虑太多 真诚地表达自己的想法就好 同学聚会是一个很好 让大家重新建立联系的机会 参加同学聚会 最重要的是摆正自己的心态 真诚一点 那些同学之间 共同学习生活过的日子 都是很值得怀念的 同学之间 不参加任何利益的感情 更值得珍惜 所以不要用不好的心态 去参加同学会 否则可能会彻底失去这些朋友 有的人参加同学会 不是因为想念朋友 珍惜友情 而是想把同学会 当成个人展示会 以此获得心理上的满足 这类人毕业以后 可能工作生活得好一点 或者说自以为 对比其他同学 在某一方面发展得更好一点 就想在同学会上显摇一下 满足自己的虚荣心 这样的人 还经常会为了显示自己 而打压其他人 破坏了同学该有的情感交流 特别的遭人讨厌 二 带着个人情绪的人 还有的人在上学的时候 与其他同学有过一些过节 现在仍然放不下 一般这样的人 不会出现在同学会上 有的也会参加 但是带着对某些同学 不满的情绪 如果是这样的人 建议就不要参加同学会了 大家聚在一起 时隔多年 本应该是一笑名恩仇 主要是回忆过去 联络感情 如果是带着情绪参加 很容易针对某人 最后闹得所有人都不开心 就成了那个搅局的人 下次再有这样的聚会 基本也不会再受到邀请 所以 在面对多年不联络的老朋友 不要过于担心 真诚一点就可以了 比如可以说 这么多年不见 真的挺想你们 太忙了 没联系你们是我的不对 以后咱们常联系 相信那些老朋友也都能理解 因为他们能邀请你参加同学会 也说明 他们也是想和你聚聚 所以 也不必担心会尴尬 同学之间的情谊 是很珍贵的 大家有很多共同的回忆 所以 即使多年不见不联系 聊起当年的事情 还是会很亲切 会很快地熟络起来 对于距离远的老朋友 想要保持稳定的人际交往 需要做出努力 不能只等别人联系自己 自己也要主动 两个人才会有互动 比如结婚 生子 生职 买房 这样人生中的一些重要的时刻 多与对方分享 即使不能见面 互相分享一下喜悦的心情 也是好的 有机会见面的时候 见上一面 聊聊自己的生活 工作 这都是人际关系的维护 千万不要把自己的门关上 今天的分享就是这些 非常感谢您的收看 喜欢佛禅频道 别忘记点点订阅和转发哦 最后 想跟大家说 现在佛禅已经正式开通了Facebook 所以 你只要在Facebook里面 搜索佛禅 点击关注 就可以私信给我了 子母非常期待与大家的互动 在这里 你永远不会孤单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订阅 转发 订阅别人